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我是金燃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 您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推荐都是在支持我们 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支持我们就更加感谢了 一夜之间 英国是大变天 英国保守党败选 现任首相苏纳克宣布辞去首相和党魁的职务 7月5号 英国的国会选举结果出炉 以现任首相苏纳克为首的保守党是惨败 而斯塔莫领导的属于中左翼的工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差距有多大呢 英国国会的下议院一共有650个席位 那么执政的保守党只获得了121个席位 在野党的工党呢 则获得了412席 按照规则呀 只要是获得了过半的326个席位以上的 那个政党的党魁就是可以成为英国的首相 执政五年 那来看一下和五年前的2019年的对比 当时呢 工党只得了203票 而保守党得了365票 那么说这次保守党是惨败 是一点都不为过 按惯例 获胜的英国工党党魁斯塔莫 台湾翻译成施凯尔 7月5号当天呢 是前往了白金汉宫 觐见国王查尔斯三世 正式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任命 成为了新任英国首相 让我很有感触的呢 是双方的两句话 一是前首相苏纳克宣布为败选负责 我觉得呀 他说的一句话 非常值得当今的中国那些官僚 和未来中国的政治家们铭记 他是这么对英国的民众说的 他说 我已经听见了 你们的愤怒与失望 而我为本次的败选负起责任 英国人民给出了一个清醒的判决 我想有了这句话 苏纳克虽然是输了选举 但却为一个政治家 赢得了人格和政治品格 而新首相斯塔莫 在接受了前首相苏纳克的祝福之后呢 也说了一句话 他说 变革从现在开始 准备好让英国复原 为劳动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啊 就这句话呀 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啊 已经成为一句最恶心的 脏得是一塌糊涂的口号 现在啊 由斯塔莫之口说出来 我居然没有不适的反应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位英国新首相的英式气场 我们完成了 你选择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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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是来的 change begins now and it feels good I have to be honest four and a half years of work changing the party this is what it is for a changed Labour Party ready to serve our country ready to restore Britain to the service of working people and across our country people will be waking up to the news relieved that a weight has been lifted a burden finally removed from the shoulders of this great nation and now we can look forward again walk into the morning the sunlight of hope pale at first but getting stronger through the day 很明显啊 这位英国新首相 是个很会讲话的人 不过呢 他在唐宁街10号 首相官邸外发表 就职演说的时候 却表示 政府只能以行动 而非言辞挽回民众的信任 他更强调 政治可以是良善的力量 我们将证明这一点 而对于他自己的信念 他再次重申了 他将永远将国家摆在第一位 政党摆在第二 我觉得有时候 西方民主社会中的 这个政治家说出的话 真的好像是专门 对着某些国家的独裁者们说的 斯塔默特别提到了 执政者 首先必须意识到服务公众 是项特权 而政府必须以同等尊重 对待国内的每一个人 斯塔默说 无论你是否投票支持了工党 我都可以直接告诉你 我的政府会服务于你 而对于外界来说呢 更加感兴趣的是 刚刚上台的英国工党 对两个方面的态度 对俄乌战争和中东的外交态度 工党在选取之前呢 就已经强调了 如果胜选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斯塔默已经明确表示 俄罗斯是乌克兰的侵略者 对于针对敏感的中东问题呢 工党一直是希望促进加沙停火 并且能够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两国方案的新型和平进程 至于华人普遍关心的新政府 对中国政策的变化 有望接任英国外相的拉米 最近对外表示说 工党将着手全面检视 英国与中国的关系 而新首相斯塔默之前的说法 令人瞩目 他去年曾表示说 在贸易商务与科技等议题上 英国必须逐渐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有意思的是 这位英国新首相 曾在2016年和2018年 两次访问过台湾 曾和当时的副总统陈建仁 和法务部长邱泰三见过面 据说当时还曾面对面的讨论过 台湾的有关死刑的议题 不管外界对斯塔默反馈如何 7月5号一早 伦敦股市和英镑会价早盘 是双双应声上扬 说明了大多数的投资人 是看好英国经济 可以稳定的增长 用一位网络交易平台的专家的说法就是 英国的股市 认可了斯塔默 人们常说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底蕴 你就需要去看一看他的成长过程 斯塔默是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镇 叫做奥斯达特 他的父亲是工厂的工人 母亲是一名护理师 家中四个小孩里他排老二 是一个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 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斯塔默小时候家里曾经因为多次 电话费缴不出来而被停用 有一次他家里的窗户 被外面玩足球的人给打破了 因为他们真没钱换 最后就只好用一块木板 盯上去凑合一下 虽然这个家庭环境不佳 但是斯塔默是他们全家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 之后更是进入了牛津大学 攻读法律硕士学位 之后经过了律师生涯的锻炼 进入了皇家检控署出任英国的检察总长 2020年当选了工党的党魁 这听上去是不是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啊 大家知道工党在近代 几乎成为了一个极左的政党 但斯塔默担任了党魁之后呢 却默默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大胆行动 这里面就包括了 不仅放弃了传统工党所主张的那种 上大学全免学费 能源水管国有化等等极端的左派政策 还把反犹太的工党前党魁叫科尔滨给开除了党籍 在我看来啊 就是他一个人之力啊 把工党从极左派的政党的生生的拉回到了中间路线 这恐怕也是这次选举工党能够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关键因素 而英国在欧洲一片的右翼政党得势的这种大风头之上 选择回到中间偏左的路线也算是欧洲政治风云中 出现了一个艺术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南方的洪水不断 其规模和事态啊 已经是有点完全失控的状态 7月5号 湖南省华融市洞庭湖决堤了 决堤宽度一开始就只有10米 而救援人员居然是在用一种 一辆辆的沙土车来填这个缺口 不是用车上的沙土啊 是连车带土 毫无章法的一起填进去 这几辆车啊 胡乱的填进去之后 很快就被洪水给冲开了 完全不起作用 泄出的这个洪水啊 却是越来越猛 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 洞庭湖决堤的这个宽度啊 就扩大到了100米 有董航的人就解释说 说这段被冲断的堤坝 明显是未达标的工程 以前国内啊 总吹自己什么大基建怎么厉害啊 什么深圳速度 几天一层楼之类的 其实啊 你看美国的这个楼房的工程进度 好像慢得出奇 其实啊 往那个墙体里的钢筋网里灌混凝土 一定是要达到28天 它才达到一个最佳凝固期 才能继续下一步 这样的墙体啊 才能百年不坏 你要是有速度 有时候就要牺牲的就是质量 如果施工的时候 再偷工减料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以后啊 赔上的可能就是人的性命了 据了解呢 这段堤坝的下游 有几十万户的家庭 都将面临着灭顶之灾 每次啊 有天灾人祸的时候 救灾没看到中共有多上心 但每次的这个灾难的死亡数字 却要经过仔细斟酌才能定 死亡多少 那都是由领导最后来拍板的 所有媒体绝对没有你前线自主报导的权利 这回华南洪水造成的老百姓死伤的情况 更是属于严防死守的级别 能够看到的也只是不小心漏网的一些 也比如下面的这段 7月1号晚上 湖北省咸宁市的重阳县洪水 冲进了居民区的车库 一段监控的录像 那边决堤处啊 不断扩大洪水一泻而下是毫无办法 但中共最有效率的这个维稳机制可是自动启动了 一份华融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文件内容是这样的 关于全县公职人员取消休假和禁止个人对外发布信息的通知 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不能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任何个人不要对外发布信息 具体信息以官方通稿为准 正所谓 堵不住洪水还堵不住你的嘴吗 这边开始封口了 而那边官方却还在骗人 湖南省平江发洪水 政府公众号上是告知大家是下雨导致的洪水 但是对内部网格员的这个通知上呢 你可以看到清清楚楚的写着是因为泄洪造成的 有人上访发帖啊 说长江中下游到处被淹 但这些地方好像是另一个星球 没人理会 有人就回复说 说其实啊有无数人举着手机在拍呢 但放不上这里的网上 或者是自我审查不敢放在网上 我们对新闻的管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当然你如果现在去看中国的电视里啊 一定是可以看到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第一线救人 更不会少了领导干部和干警在风里云里 指挥救人的那种感人的景象 就好比是下面这种伪造的场景 好了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我们就聊到这了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啊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时事金扫描支持我们 点赞留言并且转发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支持我们就更加感谢了 我们祝您周末愉快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